歡迎頒獎人 張孝全 張榮榮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常常有人覺得演員好像演什麼像什麼 但是其實我覺得 那是因為我們有非常好的造型 讓我們在定裝 或者是在演出的時候 馬上就可以入戲了 沒錯 如果沒有造型設計的話 可能很多角色就不會那麼成功了 好 張孝全話很少 最佳造型設計 入圍的友 最佳造型設計 入圍的友 方啟倫 許麗玟 愛 剛才遇到一個操辦的店員 楊楊楊老闆 張世傑 消失的子彈 陵墓 殺生 我們有的舞蹦嗎 我們有的舞蹦嗎 是誰 誰誰 要殺 葉景天 太極醫 從零開始 文念中 聽風者 謝謝 謝謝 最佳造型設計得獎的是 張世傑 消失的子彈 恭喜 張世傑 精湛地還原民國初年的時代風貌 打造復古潮裝 他為謝霆峰設計的改良式西裝和幹練的舊皮衣 以及替楊密設計的復古波波頭 圓眼鏡 旗袍等 掀起了時尚的民國風 謝謝金馬獎 謝謝導演 謝謝 謝謝 他話比你還燒 接下來要搬的是 最佳美術設計 入圍的有 最佳美術設計 入圍的有 過停銷 百鹿園 六三點 蔡佩玲 星空 西中文 劉敏雄 龍門飛駕 龍門飛駕 陵墓 殺生 龍門飛駕 文念中 聽風者 得獎的是 林木 殺生 林木 已殺生 同時入圍本屆金馬獎 最佳造型設計 及最佳美術設計 他的設計 既魔幻又寫實 讓荒誕誇張的風格里外相符 光從視覺就建立起反鳳的調性 感謝各位評審 感謝各位評審 感謝管虎導演 感謝我的團隊 感謝雷靖 感謝楊洪 感謝每一個被殺生 附出汗水的人 謝謝 謝謝頒獎人 也恭喜得獎者 下段頒獎人有 紐承澤 彭于彥